2008年的奥运会开幕式几乎让所有人都记住了那个站在舞台中央的红衣小女孩 娇好可人的样貌,有美动听的同声,她将一曲歌唱祖国唱进了无数人心中 自那时起,林妙可这个名字一炮而红,众人纷纷赞她未来可期 然而就在开幕式四天之后,林妙可假唱的内幕被爆了出来 随之进入公众视线的是另一个女孩,杨佩怡 作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总导演 张一谋力求在每个细节都做到完美,为国争光 于是在歌唱祖国演唱者的选择上,张一谋做了一个看似很完美的决定 她让形象好但歌声欠佳的林妙可沾上了受人瞩目的舞台 让唱功满分阙音处在花牙漆而登不了台面的杨佩怡在幕后做替声 这个折衷的方法果然效果很好,北京奥运会办得既成功又出彩 大人们纷纷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中 丝毫没有留意到这个决定会让两个小女孩走上截然不同的人生 时光如缩,距离北京奥运会已经过去12年了 如今两个孩子先状如何? 林妙可在一夜成名之后,母亲就趁热打铁 为她接下了无数的商演、代言和广告 甚至还让女儿去出演一些并不符合年龄特征的情感剧 2017年,林妙可参加艺考 信心十足的她却被北电、中亚音乐学院、上戏三联剧之门外 此事立即引来众多网友的围观嘲讽 最后,林妙可被南京艺术学院录取 如今已经21岁的她像很多大学女生一样 会在网上晒一晒自己的日常 也会多尔开开直播 尽管林妙可已经低调又努力地想要摘取假唱女孩的标签了 但网友们似乎并不买账 再看杨佩怡,虽然只是替声 但假唱风波过后 杨佩怡也受到了众多的世系邀约和广告商演 但不同于林妙可妈妈 杨佩怡的爸爸十分懂得保护女儿 为了避免女儿置身于舆论漩涡 她接二连三地拒绝了多家媒体的邀请 只为给女儿创造一个安静单纯的学习环境 而杨佩怡也很争气 13岁跳级进入杨红年合唱团 初中考入北京市重点中学实验班 15岁就读于北京八中国际部 学习成绩优异的杨佩怡唱歌也是强项 她曾和张学友一起参加公益性晚会 和李云迪合作 2019年,已经拿到国外高校offer的杨佩怡 代表北京八中参加IEC全美经济学挑战赛 获得团队第一和个人金牌 如今这位优秀的女孩正在大洋彼岸继续深造 如果说北京奥运会的那场合作 是两个女孩命运的焦点 那么她们后来各自的走向 则是由父母的眼界和格局造就而成 你觉得林妙可和杨佩怡哪个刚先运呢